我们要重复你讲的话的 不赞成人人都认识神 好 等一下请你继续 好 叫每个人都听得到你讲什么 请继续 因为 因为 讲啊 我忘了 不赞成这个说法说人人都认识神 有很多人他们看到 他们有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太阳在天空不会掉下 他们知道宇宙之间有一个管理 可是他们不认识是谁创造这个太阳 是的 所以他们是知道有一个神 反正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个神 我们没有说他知道他的名字叫耶和华 但是人人都认识神 有一个他不懂这个神就是耶和华三帝 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第二十节是怎么说的呢 凡是人所能知道关于神的神性 永恒 大能等等 是明明可知的 叫人无可推诿的 那我没有说他知道他是三位一体 他第二位叫做耶稣基督 没有说那一点 但是呢 圣经说是神向每一个人显明他自己 是神向他显明的 但是呢 他阻挡第十八节 行不易阻挡真理 所以他就不承认了 再来 他心底里是认识神的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第十八节 他阻挡他不要 面对这个事实 所以他就阻挡这位真神 结果是他不认识这位真神 他不敬畏他 不信靠他 我再讲一次 第一 他是知道的 在心底里 在他良心是知道的 一看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就知道的 第二 但是因为他是罪人 他就眼眠不堪 挡住不要看 因此第三 他是不认识神的 没有跟神经历活泼的关系 不敬畏他 不爱他 不信他的 但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 不是一个模糊的神的概念 向人显明他自己的 是真神向他显明的 然后他阻挡 他不要 所以呢 他就不认识 他不是不认识 他不认识是他不要认识 你是这样相信的吗 你看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 是这样讲的吗 好 牧师 我知道我很肯定的 因为你讲到神 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说有个神 只是说他们真的还不明 他们的心里知道这个神很伟大的 他们很 所以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 他们不认识这个神 但是当他们认识听到这个福音 他们就知道原来有这个创造宇宙的上帝 所以那时候很多那些落足的 很多的人就愿意相信到 有这位创造宇宙的神 好 你再说一次 他不怎么 OK 我是说他们心里都知道有这个神 是很伟大很伟大的神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 世界上在寻找神 但是他们不认识这位耶和华的神 是人寻找神 是人创造很多宗教 就说明他们心底里相信 有一位神 人类很多的文明 民主最早的都是一神的 后来才变成多神的 人类学家都会发现这个事实的 很奇妙的 那我们要讲的是 是要由圣经来告诉我们 人知道有神还是不知道 还是知道多少 我再说一次 人究竟知不知道神 我们要由圣经告诉我们 不是由我们来看 这个人大概这样 那个人大概这样子 我们现在不是问你跟我认识一些人 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他们信什么 不信什么 我们现在来问 你愿不愿意让圣经来查考 你记得吗 不光是我查经是经查我 你愿不愿意让圣经来改变你的看法 上帝已经显示他自己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你不要把这个事实冲淡他 但是人阻挡 所以他就不清楚认识了 也他不要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位 对请来 牧师 耶和教文在他写的基督教要义 第一卷第三章 他有提到当生创造人的时候 把这个宗教的种子放在 宗教的种子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卷一 就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把这个宗教的种子放在人心中 请继续 然后接下来第四卷他讲 有这个好种子跟腐败种子 那他有提到 好种子在一百个里面没有一个 所以我是想问他是根据哪段经文说 一百个里面没有一个 你说卷四还是卷一的第四章 第一卷第四章 他就说一百个里面有一个 忘记他一百个里面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这个种子是发扬 就是真的真的让 然后他讲的这个好的种子是不是 真正被有效捡选的 我觉得是啊 假如加尔文说这个好种子是能够接过 这就是那些被拣选的 那我不晓得他一百个没有一个的 是寓意的还是还是经过统计啊 大概没有经过统计 他不是搞统计的 那意思就是说呢 是的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宗教的种子 因为上帝已经把他自己的自我显示 放在每个人的心思意念 放在每个人的良心中 但是很少人呢 让这个种子长大 听福音 听新旧的圣经 然后呢信靠耶稣基督以致 正确的来认识这一位造物主 神 是的 是少数 但是 人人都认识神 那人人都认识神 但是人人都不认识神 人人都不认识神 这个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人人都认识神 但是人人都不承认 都不愿意面对这个真神 在他心中的自我启示 所以他就不认识他 他不敬畏他 不感谢他 不敬拜他 心中就变成昏暗了 罗马书第一章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他就去跑去敬拜偶像 敬拜受造主 那为什么要强调 人人都认识神呢 就是说 我们传福音 是有盼望的 每一个人的良心的深处 知道真神 那我没有说 他意识到 他自己的思想意识里面 是有多少的知识 圣经说的 在人的心里 深处 他认识神 不太阻挡 所以我们要提醒他 他良心深处里面 是相信这位真神的 你要不要来 停止你的反抗 来认识这位真神呢 那我们要翻开圣经 来介绍这位真神 给你认识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不光光是面对对方的抗拒 不论是理性的抗拒 科学的抗拒 感情上的抗拒 或者说我们基督教虚伪 等等各种的抗拒 我们是面对的是 一位上帝按照他形象造的人 但是他抗拒这个上帝 已经把他放在心里面 这个家文说的 这个宗教的种子 所以我们传福音是有盼望的 当上帝的时候 到的时候 他会让这个种子 能够结果子出来 不由我们来决定 你杀种的时候 你又不要把这个种子 挖 这个从泥那里挖来挖去 它就死掉了 你就让他放在泥土里面 让上帝自己 让这个道种长大 - 如果您可以说英语 - 如果您用英语的词 - 可能您有些意义 19 中文说 - 什么能够知的 是对他们的 - 什么能够知的 是对他们的 - 对 - 什么能够知的 - 是对他们的 - 是对他们的 - 对 Romans 1 chapter 9 - 这样的人 - 政治是 - 这样的人是 - 可能你不可以知道 - 什么能够知的 that means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know - 那它不算是 - 但是 - 即别是 - 什么能够知的 is playing to them 它不是就说 rehear到 - 少文痴 submit - そう是 - 他不ait - 所分适的 - 对 That's why this can be known but they are not acceptable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 don't want to know in verse 18 Paul says they suppress the truth, that's why they don't know But they don't know is not because they don't know They don't know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know Because what can be known is plain to them God has made it plain to them, in verse 19 and 20 Actually, God has made it plain in them And then God has made it plain to them God has made it plain to them through the things that are made and God has made it plain in them in their conscience verse 20 and verse 19 but verse 18 they suppress it that's why they don't know they know but they don't want to know therefore they don't know what can be known is plain they are without excuse Romans 1 verse 20 they are without excuse 关于神的事人能够认识的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清楚 没 plain to them 但是他们阻挡真理第18节 上帝向他们显明 使他们无可推诿 没有借口的 每一个人有借口说 我不认识神 没有人借口的 人抗拒 这是他的不义 man suppression of the truth this is precisely his unrighteousness unrighteousness as in the end of verse 18 好 然后我们就要讲下去 不过另外还有一个题目 也要处理 因为上帝在第一章第二章 已经吩咐人不可吃那个禁果的 分辨三乐树的果子 后来人的确是吃了 所以我们要处理一下人的自由的问题 然后神怎么救赎人 各位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在这里讲清楚 从圣经一开始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我们就要搞清楚 神是怎么意味的神 神创造是怎么样创造的 神创造人的时候 人认识神吗 现在又如何呢 神有没有讲话 假如有的话 我们就不能不理睬 不理睬神所讲的话 对不对 再来一次 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 一二三章 我们就要认识 什么叫永恒 因为上帝说他六天创造 所以六天之前有没有 时间呢 没有 那个叫永恒 OK 什么叫永恒呢 起初 神 什么意思呢 起初就是时间的起初 神创造天地的是神 神是神 不是你不是我 神是老板 不是你不是我 神是圣经的中心 神创造了之后呢 他特别向人讲话 除了透过太阳月亮星星讲话以外 他特别向人讲话 因为他是用讲话来创造的 他也是用讲话来吩咐人该如何活到 所以他的话就写在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先要搞清楚创世纪第一第二第三章 是讲什么的 然后呢 我们读下去 我们就会按照一个正确的道路读下去 我在说改变生命的查经 是要改变我们对圣经的看法 按照圣经所讲的来读圣经 从第一第二第三章 我们就要搞得清清楚楚的 不然我们说一定会有人说 哎哟等一下休息的时候我走了 我以为神就是爱吗 你讲这么多干嘛 神就是爱就够了吗 你为什么不说 我知道啊 神就是全权的主吗 你为什么不这样讲呢 明白吗 神就是爱吗 以为爱就是一切 那爱这个字没有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语气子连它是有的 但是爱这个字没有的 我不说爱不重要 但是你要先要搞清楚神是什么一个神 然后你才知道爱是什么 当我讲创世纪的十五章的时候 我的讲题是神如何爱 不告诉你神如何爱 不过呢 这个跟这个约是很有关系的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要介绍一点点的书 然后休息一段短短的时间 那各位刚才我说过这本 简明要理问答 你不要看它这么小 你能够读懂了 把这些圣经经文都 读过十次八次 教导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小孩 你在信仰 就会跨一大步 简明要理问答 我们今天晚上的要介绍都是跳楼价 三块钱 三块信币 你不要看这么小 很多字的 你把这些经文都背下来 顶挂挂的 这本也是我们今天晚上卖三块钱 这些都是比五则更低的 差不多 这场言与光 那这本是什么呢 就是一本的查经要填充的 要自己去讨论 或者是翻开圣经的 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 我们面对工作 或者面对我们的学业 面对我们的传福音 就是我们活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 应该怎么活 从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章开始讲 这场言与光 基督徒的事业观 查经的手册 好了 我们桌上有很多不同的光盘 这一盘是教会论与宣教学 教会是什么 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好好去搞清楚 然后有护教学有两片 或者装在一起的 你可以分开买 所有CD分开买的是五块钱 从15掉到五块 一盒的四块一片 所以里面两片就是八块钱 就从几十块掉到八块钱 为什么 盼望大家快快的去听 得到一些好处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讲的 人人都认识神 在这个护教学 或者将人的心意夺回 任何一片里面 你都会听到这个概念 详细的讲解的 所以你买两片也可以 买一片也可以 假如你要在神学上要晋升的话 这里有神学导论 一二三六十课 是我们一个完整的课程 或者Lewis Burkoff系统神学的导论 光是讲启示跟圣经的 这些都是三片 所以仅仅卖十二块 这些我们一般是卖三十五块的 今天是卖十二块 为什么呢 盼望你快快的用 不是因为便宜所以买 便宜买的放在家里堆成是没有用的 请你不要买 你买的听那就买 你没有意识去听它的 就请你不要买 明白吗 我宁愿丢掉它 放在我的仓库里 放在你的家里面堆成一样的 明白吗 盼望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的 从如何施情到很多其他的题目 我们不一一介绍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休许 主席要不要告诉我们休许多长时间